各位 嘿大家好我是罗卡 今天来分享这款游戏是超级玛利欧3D收藏集 这是任天堂在玛利欧35周年的活动当中登场的其中一款游戏 其中包含了1996年跟N64一起发售的超级玛利欧64 2002年发售在GameCube平台上的超级玛利欧阳光 或者是叫它阳光玛利欧 还有2007年的超级玛利欧银河 其中的超级玛利欧64更是让玛利欧进入3D世界的第一款游戏 以纪念性价值来说真的是相当不错 不过有点各位在看影片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了 就是这款超级玛利欧3D收藏集 它是限时贩售 从2020年9月18号也就是今天到2021年的3月31 为期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时间结束之后就不提供实体或数位的购买 是连数位都买不到 有打算入手的朋友可能就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点 以免错失机会 那如果是在期间限定有在eShop中买到的 之后虽然会停止购买 但是还是可以重新下载 不过我自己个人建议啦 如果是要买个有纪念性价值的实体片 应该是蛮好的选择 好啦讲到这边呢 喜欢频道中游戏3C开箱的 也可以帮我点个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生活频道呢 最近也会有一些电王话题 如果是比较即时性的 会在那边直接分享一些简单的心得 有喜欢的朋友都可以一起看看喔 那么这次的3D收藏集呢 是有做了一个中文界面选单 对中文的部分呢 只有选单这一边而已 就是在游戏介绍的主页面 然后可以决定要进到哪一款进去玩的那个画面 进到游戏中玩呢 虽然从资源的5种语言 一路进化到7种10种 但是就都没有中文的 这一点是稍微可惜啦 但换个角度想呢 也算是原汁原味 富有当时身为文盲打电动的感受 画面的部分呢 则是有做了一些简单的提升 在超级玛利欧银河当中 也会支援到体感的控制 这个刚开始我还搞不太懂 以为怎么没办法控制游标 在那边浪费了一些时间喔 没想到他是用体感的方式来控制游标 进行选单的选择 这个的话呢 应该就是因应到当时Wii的手把上的功能啦 那么他除了这三款游戏以外呢 另外也有提供了3片原声带 总共收录了175首的音乐 就我自己试听一下的感受 是觉得超级玛利欧银河当中的音乐 真的蛮有特色 而且就乐曲听起来的旋律啦 甚至会有一种磅礴的感觉 从音乐中呢 感受到玛利欧会有一种更加辽阔的视野 那虽然这次的三款呢 都是旧的游戏啊 但是真的可以一路上 从画质语音还有操作的丰富程度喔 让我们看着玛利欧的一路成长啦 如果是有玩过超级玛利欧奥德赛的玩家 应该也不难体验到这些游戏喔 所带来的感受 可以一路上的从这三款 慢慢的看他们变化 一路成长到玛利欧奥德赛的感觉 我觉得这种样子也是让人非常的感动 而且啊 如果稍微翻转的思考一下啊 完了这三款之后 就真的会觉得奥德赛 是一款经典之作 加上关卡的长度跟丰富程度喔 真的是很适合有switch 但还没玩过的人来入手玩玩看 毕竟奥德赛在后续推出的时候啊 他的整体的关卡长度 跟整个操作丰富性 包括整个画面的质感提升喔 都已经比这三款还要好上非常的多 那玛利欧64呢 是三款当中唯一有看过别人玩 而且印象最深刻 而且而且 也是我在影片当中一直不断提醒的 就是当时小时候我站在后面看别人玩 玩得非常非常的久 在若干年后 终于有机会让我自己来亲自操作 游玩它 体验它里面的感受 不过说实在的 有一点真的稍微可惜 因为刚开始我在玩的时候啊 就有遇到一些 金币我是找不到的 结果呢 因为在画面转动的那种不顺的状况之下 再加上它是3D的立体场景喔 我就发生了一些3D印的状况 那当然因为我自己知道有3D印的体质喔 所以如果再有一点点这个状况出现的时候 我就会稍作休息 这样子也比较不会让身体有太不适的状况出现 不过呢 这个3D印啊 我还是觉得 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今天在解谜的时候呢 可能要稍微转移自己眼睛的注意力 这样子才比较不会发生 那画面的部分跟当时有个叫VR快打的游戏 我觉得应该也是在差不多的时代 看起来都会稍微的有一点冷冷嚼嚼的感觉 操作上的难度 这个真的是有点难 看别人在玩呢 会觉得 哎 你怎么不太会玩 感觉看起来控制的好像不是那么的顺利 等到若干年后呢 也不能这样讲 其实当时啊 也是很羡慕这些人坐在那边玩的 那若干年后我自己来玩啊 有发现到哦 这个操作难度真的是有点挑战的 因为在马六六四当中啊 其实他整体操作难度算是比较 没有那么顺一点的 跳跃起来的幅度呢 跟抓的那个高度距离等等的 我觉得都没有那么好抓 而且在立体感的那种深度 那种整个立体起来的感觉哦 我觉得跟后期的作品来说是有点不太一样 这种感觉很难讲起来啦 就是你在看一个立体的东西是有一种距离感的 那因为我们的萤幕是平面的 他只是透过这种3D的运算方式哦 让整个画面有一种立体的感受 可是啊在这款马力欧六四当中 不得不说 他的立体感受的是稍微差一点的 因为啊我会一直觉得 这个怪物哦 我是没有办法量测到他的距离 去准确的跳在他的头上 这个可能是在早期跟技术上面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呢也就会导致成 玩家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呢 立体感会呈现的并没有那么的好 不过还有一点非常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的物理运算已经做得相当不错 因为在游戏当中啊 你会看到一些金币啊 一些东西可以吃的 你只要把它弄到掉出来之后 他会顺着斜坡的那种斜度哦 慢慢的滑下去 基本上可以体验到这款呢 我觉得虽然有点3D运 但是心情还是非常的好 因为这一款是当时站在后面 没有钱可以投进钱箱 看着别人玩很久的一款游戏 终于在若干年后啦 我可以自己来稍微玩一下了 但是实际上在体验呢也有发现到 哦原来当时的马利欧六四呢 光卡上来说呢原来是这么的小一款啊 那第二款来玩的是阳光玛丽欧 玛丽欧阳光 这款游戏呢开始有了语音的部分 游戏中呢有非常丰富的配音哦 虽然说我用的是英文字幕 英文语音 但是在听啊或在看的部分 我觉得是还OK的 单字量并没有到很大 也没有到非常的复杂 所以呢要解读它 我觉得并不是太难 那这款游戏当中啊 它主要是会有一个水泵系统 这应该没有念错才对 我还特别查了一下这个字哦 那这个水泵系统有点像水泵浦的感觉 就是会吸水然后喷水 那它的设计呢 大致上就是有一个水箱 会被在你的背后 可以透过切换 往前喷或者是往下喷 来做不同的动作 那如果是往前喷的话呢 也有分两种 一种是边移动边喷 但是你不能调整角度 这个的话呢在清理液上的那些 很像画作那种水彩笔出来的颜料啊 是比较快一点的 那定点式的喷水呢 可以调整角度哦 这个是它最大的特色 这样子才有办法喷到 比自己还要高一点的角度哦 才有办法攻击到一些敌人啊 所以我觉得在切换 这两种攻击模式当下 也是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依照整个环境 依照敌人的状况 来做一个顺利的切换 那如果说到了一些比较高一点的一些 平台悬崖之类的 可能就要切换到往下喷的方式了 那这往下喷的方式不得不说 跟之前有一种 模拟钢铁人在水上 就是它会接两根水管在那个水里面哦 然后可以透过这个水泡的系统啊 把水吸起来 然后直接往下面喷 让人直接支撑在半空中的感觉 所以这套系统哦 看起来真的非常的帅 而且在若干年后的现在呢 其实也已经有这个科技 把它制作成实体的东西哦 相信大家在YouTube上面啊 应该也有看过一些类似的相关影片 真的非常的酷 但是呢 它往下喷的这个幅度呢 整个水的压力啊 可能是需要比较大吧 所以能飞的距离 并不是很长 这一点也是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然才不会喷到一半呢 就掉到血阶下面去 可是我也扣血的呢 接下来第三款呢 是玛丽欧银河 这是一款支援到体感控制 然后也是唯一一款可以支援到 两个人同时游玩的游戏 还记得之前啦 有去到一些饭店哦 他们里面有放一些Wii 可以给人家玩哦 这个画面 整个界面的感觉 就是非常有Wii的样子 至于它的特色嘛 大家从画面看一下 就会不难发现哦 它是一个整个角度 会转来转去的游戏 一开始呢 我一直有点担心 会不会有3D運的状况再度出现 不过因为它的目标 并不是太难找 虽然会转哦 但是因为有目标 就比较不容易 让你的眼球 会飘来飘去的 3D運的状况 是完全没有发生 那我们体感控制的 星星游标呢 其实就可以吃到 画面当中的一些 很像行星的碎片东西哦 那这个东西的话 吃到50个以上 可以增加一个台数 而且也可以拿来做一个发射使用 三款玛丽欧的游戏呢 玩起来我觉得都蛮不错的体验 虽然同为玛丽欧系列作品哦 但是就算是在新作品啦 也有登场一些新的角色啦 或者是有一些新的不同变化 以剧情的走向来讲 虽然每次大同小戏 但唯一不变的还是附有一些解谜要素啦 收集要素等等的 至于要用什么方法来破解跟收集呢 就都要看每一代的作品当中 他们比较特别的设计的 还有一个比较可惜的就是 他没有中文的部分 但我觉得大致上呢 都还可以接受 如果你什么都看不懂的话 可以从重点去看 他会用一个特别的颜色 帮你标出来 或者是用大写的方式来标出来 像是他会请我们按Y键啊 按B键之类的 也许我们看不懂 他要解说的动作是什么 但是实际上呢 稍微操作一下就会知道 因为有些动作看起来就像是攻击 那你如果找个小怪物呢 去对它实验一下 你就知道说 哦 原来是有这样的功用 更贴心的地方就是 如果万一你真的都看不懂操作的话 也可以透过按-号呢 进去中文悬单 看一下 每一个按键所对应的操作方式 他这边呢 也有一个列表 可以告诉我们 使用哪些按键的组合 会有哪一些动作出现 其实我觉得这些玛利欧的动作啦 就以前的2D平面卷轴式的玛利欧来讲 动作已经都变得相当的丰富了 所以呢 如果再玩起来的话 也是需要稍微思考 也需要稍微记一下 到底你的玛利欧呢 能够做哪些动作 因应在相对应的光卡跟场景当中啊 才可以发现有更好过关的方式啦 好啦 那么今天这个玛利欧的简单体验呢 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的奥德赛还没完的 你可以去参考看看啦 好啦 那么最后呢 当然不免除了来看一下这个封面的部分喔 那相信大家应该对这个封面应该非常熟悉 因为纸面会才刚结束没多久 他又马上推出了 所以我现在一直在怀疑啊 任天堂如果到时候要出新主机 会不会他在2个礼拜前突然公布 然后2个礼拜后呢就突然有了 这一天不是官方消息好不好 不是官方消息 不要问我不要问我 再来呢就是这一片游戏啊 它其实三款游戏嘛 其中只有一款 玛利欧银行呢有支援到2个人玩 其他三款都是只有支援到1个人玩 当然在掌机模式之下啦 也都是只能自己一个人玩 另外呢就是它也有对应到Pro的手把喔 游戏的卡夹呢 则是日版的 这一点也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 那因为它是限定期间的游戏啦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想要收藏 或者想要玩玩看的 就要把握时间 最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啊 就是我要来把这一片玛利欧 这一片这一片 全新的玛利欧呢 双位喜欢玛利欧 跟幸运的你 只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呢 就可以来参加抽奖 第一个当然就是订阅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那如果生活频道的影片 喜欢看的也可以去看一下 第二个呢就是要在下方留言 玛利欧35周年 包含这样子的字词就可以了 那第三个就是要去分享 FB的这一则贴文 这样子呢就可以来参加这一次的抽奖活动 详情呢会把它分享在下方的说明栏里面 大家也都可以参考一下 那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啦 喜欢我的影片也记得在下面留言 并且分享 也别忘记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是罗卡 我们下次见咯 拜